打下了金国中毒是成吉思汗的重大胜利 而得到耶律储财却是他更大的胜利 天下可以马上得之 却不可以马上治之 以儒教治国 以佛教治心 这精辟的建议对成吉思汗接受 可以说是他思想上的一次重大飞跃 而他的目光从中原移向西方 则是他思想上的又一次飞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伟大的信仰保护者苏丹殿下万寿无疆 你怎么查清楚了吗 我的儿子 那些常常袭扰我国边界的是东方的密尔气人吗 他们在哪里 是的 父亲 就是那些无恶不作的盗贼 听说他们的首领叫做呼嘟 是个不信真主的恶人 海尔汉 天摩尔灭力将军 华拉子摩的勇士们 为了保卫我们伟大的华拉子摩国的安宁 我命令你们同扎兰丁王储一起把那些滋扰我们边界的异教徒杀得一个不胜 包括妇女和孩子 妇女和孩子也要杀吗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英勇的天摩尔灭力将军 那些孩子长大了 也会成为我们的敌人 而那些妇女将不断生出异教徒 执行吧 是 苏丹陛下 那就是该死的东方密尔气人吗 是的 华拉子摩的勇士们 我以莫科莫苏丹的名义命令你们 把山下所有的异教徒杀得一个都不胜 给我冲过去 冲啊 是谁抢先宰杀了我们的这些刀下之物 是谁抢走了这些本该属于我们的缴获 是谁 从死者身上的刀伤看 是一批训练有素的骑士们干的 一定是一批我们从未见过的神秘而可怕的人干的 神秘可怕 只有我们把安拉的愤怒加在他们头上的时候才是最可怕的 跟我走 跟我走 是谁抢 乃蛮部太子驱出律 求见西辽国王陛下 有一位久闻大名的不速之客 我想让你认一认 带上来 我看这个马夫才是驱出绿太子 我向上帝发誓 我绝不是有意欺骗伟大的西辽国王 只是小人从蒙古人刀下死里逃生 出道贵国不知虚实才出此下策 望陛下以博爱慈悲之胸怀宽恕我这有罪的灵魂吧 太子请起 我的独生女儿魂呼公主到观音阁给菩萨降乡的时候便发现你相貌不俗 举止高雅 父王 这有什么可害羞的 驱出律 你明白了吗 本王想招你为父吗 岳父大人 岳母大人 上帝可以作证 魂呼公主如此垂青于患难之中的驱出律 今后如有半点不忠 魔鬼会把我投进万劫不复的炼狱 好 我们就一言为定 我没有儿子 只有这一个独生女儿 在你和公主成婚之后 你就是我王位的继承人 你和蒙古人的仇恨就是我们西辽的国仇 不过 单靠我们一个国家的力量是打不败蒙古人的 我派你出使花拉子摩 那是一个足以使西方的基督教徒和罗马宗教谈虎色变的穆斯林国家 只要他们同意支持我们那蒙古人的末日就要到了 多谢陛下再造之恩 太子殿下 国王陛下对您可是太器重了 连我一个您的马夫都封为将军了 正因为这样他才不配当国王 您说什么 他比我父亲还糊涂 如果我早一点把我的父亲从太阳寒的宝座上推下去 自己来指挥这场同蒙古人的战争 那么现在也许流浪的是成吉思汗了 这次也许是我报仇复国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我可不会再犯上次的错误 伟大的苏丹陛下西夏派使者来了 我从不通信佛的人往来 这个使者倒是个信奉基督教的人 论基督教的人更是我的敌人 把他们都赶走 他说他本来是蒙古奶蛮部的太子 他同苏丹来商讨如何打败蒙古人 蒙古人 什么蒙古人 据他说就是那些消灭灭而起人的神秘人 那又当别论了 你去叫海尔汗和扎兰丁王储一起来听一听 来自东方的这些怪物是些什么货色 这些怪物是什么 驱出律拜见 伟大的苏丹陛下 举处律太子 我想听一听蒙古人的故事 蒙古人都是一些不懂得吃粮食 只以牛羊甚至土拨鼠为食物的吃生肉的不开化的野蛮人 我听说你们的国家还为他们给灭亡了 这正是我要告诉伟大的苏丹和王储殿下的 他们之中出现了一个叫成吉思汗的领袖 他简直就是魔鬼的化身 他带着这些野蛮人把死亡带给了整个草原 现在他已经在东方的草原建立了唯一的韩国 并且说下一个攻击的目标就是西方的花拉子魔国 为什么 我们并没有招惹他们 因为他们要成为世界的征服者 胡说 只有我摩克木才是世界的征服者 苏丹陛下 他正是听说陛下自称是世界的征服者 他才感到愤愤不平 蓄意要挑起这场战争的 我倒是真有必要 教训教训这个成吉思汗了 如果伟大的陛下要攻打蒙古人的话 我愿意为您的前驱 我曹你了一份协议 苏丹陛下是不是可以听一听 你念念 乃蛮国驱出律与花拉子魔国摩克木苏丹为共灭西辽特定协议如下 花拉子魔苏丹的兵马从西面进攻西辽国 驱出律涵从东面进攻西辽国 两军会合于西辽国都 等一等 这好像不是谈论消灭蒙古人 而是进攻西辽 接下来就是 我很有兴趣 继续念 如果苏丹兵赶在前面 则直到阿里玛里 呼探城和科士哈尔城为止的西辽国土 均为花拉子魔国所有 如果驱出律涵首先得胜 上述地狱 均属乃蛮国主驱出律 无论谁首先得胜 我们都将共同合力讨伐下一个主要的敌人 那就是野蛮的蒙古人承吉思汗 父亲 是不是在考虑考虑 不必了 我要求在这个协议上 要属上伊斯兰教例 我绝不允许用基督教例 就遵照伟大的苏丹陛下的意志办 阿里 把他带下去吧 父亲 这个驱出律本来是东方奶门部的太子 亡国之后逃到了西辽 西辽国 西辽国召他为驸马 可是他却出卖了西辽国王 父亲 这样的人是不可靠的 只要有利可图 我们就不管他是什么人 我知道他是一条狼 等他同我们一起打败了蒙古人之后 我知道把他捐在什么样的笼子里 远方的客人 我们伟大的成吉思汗规定 凡进入我国境内的外国商人 一律发给平正 不过有好的货物 应连同货主一起送到大汗大帐 大汗会高价收买 烟味大汗小龙 我看一看多好那盘子 上面还有一花 你买一个吧 伟大的成吉思汗 这种一花布叫什么 叫曾大拿齿 是花拉子魔国不花拉成一个叫曾大拿齿的村子的特产 大汗喜欢吗 不错 这种带织巾的段子什么价钱 每匹才三十个金巴历史便宜吧 是 把他们三个带到府库去见识见识 然后把他带到金帐见我 是 走吧 走 走 把他们带进来 带上人 大汗 跪下 大汗 你看见我的府库了 看见了 你看我还缺点什么 应有尽有 你竟敢用高出十倍二十倍的价钱欺骗本汗 我小人该死 我该死 来 把他的货物全部没收 交给段氏官胡丞相作为脏物分配 把这头爱撒谎的驴子给抓起来 走 大汗 你的货物什么价钱 我们奉花了此模伟大的苏丹之命 是将货物奉献给大汗您的 你很会说话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莫哈莫德 莫哈莫德 你不远万里来到我国通商 是一件好事 我不会让你受损失的 起来吧 每匹织金料子给你一个金巴力士 每匹印花棉布给你一个银巴力士 不 我们即使有胆量吃一只活的四角蛇 也不敢收大汗您十倍的高价 这是鼓励你们常来常往 把这位爱说谎的朋友放了吧 你的货物也按同等价格收买 大汗宽人大度 就像最后的海洋一般有广阔的金淮 最后的海洋 那是什么 就是花朗子摩北面浩瀚的哈扎尔海 我只知道有东海北海和南海 还不知道西边的陆地也靠着大汗 除了他说的哈扎尔海 西方还有大西洋 那更是无边无眼 我多想去看看西边的大海 大汗如果有兴致 小人愿意为大汗做前倒 好吧 以后再说 塔塔桶把在蒙古通商的凭证发给他们 是 这是你们通商的凭证 谢谢伟大的成吉思汗 谢谢 好了 你们可以走了 伟大的成吉思汗 我愿意做您的臣民 您答应吗 当然可以 你还可以留你的胡子念你的克兰经吗 谢谢大汗 我的爱婿 不讲信义的花辣子摩苏丹派兵打来了 我们只好把替你报仇的事放一放 先对付西方这个强敌 我把全国的军队都交给你来统帅 是 父王 西辽国的将军们 你们听着 取出律就是你们的统帅 你们要像服从我一样 服从他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 退下 是 脱黑托阿的儿子们都杀掉了 都给杀掉了 只留下了脱黑托阿最小的一个儿子 怎么回事 富涵 是我让留下的 为什么 他不仅能摆布穿阳 摆发摆中 而且还能用后面的剑射中前面剑的剑杆 使两支剑同时穿过剑把 我看他是个人才 我才把他留下的 那就是说 如果他愿意 就可以用后面的剑射中前面的剑杆 他把他留下的剑射中 两支剑同时穿过我的胸膛 敌主之后不可留 把他杀了 是 富涵 那个奶蛮太子取出律呢 他 在我们追赶上面儿亲人之前 他就带着为数不多的步骤 投奔西疗过去了 听震海说 西疗在很远的地方 靠近花拉子摩 要走一年的路啊 要不要我的铁车军再走一趟呢 你该回自己的乌鲁丝休息休息了 把这个光荣让给哲别和郭宝玉吧 好吧 哲别 郭宝玉将军 为了将来我倾全国兵力攻打金国 我必须有一个可以安稳睡觉的地方 所以必须消灭驱除律 不过来 快点 父王 宫廷里一个人都没有了 什么 你的取出律呢 取出律到哪去了 来人 陛下 取出律他 取出律怎么啦 取出律他完了 什么 取出律 你不能恩将仇报 伤害你的恩人 公主 我对上帝发过誓 容不得半点对你的不忠 你现在是王后吗 你要把国王怎么样 秦岳母放心 只要她放弃王位 我保证奉她为太上皇 想对待亲生父亲一样对待她 好 我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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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仁慈的上帝吧 我想大人 据探子来报 取出律 已经攻下了西辽国都 当上了新的西辽国王 这么说 从阿里玛里湖探城到哈尔城 这些都是取出律的所有了 看来我们只能无功而返了 华拉子摩还没有受过这样的愚弄 不要管她 扎兰丁王储 我们首先要攻下这座城 它是我们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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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大家不要紧张 蒙古人从远道而来的 他们已经精疲力尽了 没什么可怕的 只要大伙坚持住 打完这一道 我一定想国王给你们请过 蒙古勇士们 给我冲啊 给我冲啊 中文字幕——YK 小胡子 你的马骑的可不如你的书读的那么好 将来到了战场上拼杀起来 你都赶不上我这个孙子穆阿兔干 为什么 你怎么让我上战场拼杀呢 什么 什么为什么 上了战场你不拼杀 难道你还想临阵脱逃啊 那当然 我要是不逃跑 难道要去成匹夫之勇吗 原来耶律先生是个怕死鬼啊 苟且偷生的才是怕死鬼 我是不愿意死得轻入红毛啊 我看耶律储才先生说的对 对什么 贪生怕死也叫对 阿爸 我也认为耶律储才先生说的有道理 你敢反对你的父亲 我是顺从嘱咐您的意志 是吗 你说说我是怎么想的 您请来耶律储才先生是想用他脑袋里的学问 这样无谓的掉了脑袋不是太可惜了吗 在我的儿子里面最了解我的是吴阔台 在我的孙子里面最了解我的是穆阿图干 你们记着 在我统帅的大军之中贪生怕死者杀只有一个例外 耶律储才在他认为生命受到死神追踪的时候可以随时逃跑 谢大海 你知道为什么蒙古人都喜欢蓝色吗 嗯 因为天是蓝的 中原的天就没有这么蓝 划拉子摩的天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还有那最后的海洋 天也是这么蓝吗 大汗 我命当派出一个使团出使花拉子摩 同这个西方世界征服者联手结盟 这样以后我们再经历中原的时候就不怕西夏或者西凉了 嗯 有道理 草原的天虽然很蓝 但是物产过于贫瘠 我命当派出一个商队 把从中原掠来的财物运到花拉子 换回我国所需要的衣物和布匹 怎么样 他的脑袋里产生的一个计谋 递得过一万士兵的冲锋 我马上派商队去花拉子摩 劫视一下这位西方大国的苏丹 和苏丹 然后再看看我能不能和苏丹成为朋友 苏丹 多难听的名字 他为什么不叫可汗 大汗 是不是先派使者到花拉子摩沟通一下 等他们带来了苏丹的消息之后 商队再出发 没这个必要 我们派去的是商队又不是兵吗 你是印度人 一路上就全靠你了 愿为大汗下劳 多难 你可是我们蒙古人里的第一个商人 往后我们不能总靠打仗增加自己的财富 也不能只靠别的国家的商人把东西运进来 我们要像伊律楚才说的那样 要同别的国家通商 这件伟大的事业就从你这里开始了 多谢大汗切众 好吧 出发吧 ry'es ry' ry'e ry'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多歹百户长 过了沙丘就到了俄达拉城了 长生天 总算是到了能做买卖的地方了 是啊 好 来 开一看 快离开一看 谁急货 纯正男的多好的货品 快来买吧 来 来 开一看喽 多漂亮的花片啊 来 开一把 这把刀多漂亮啊 纯正男的货品快来买吧 来 开一看 还做好的物品啊 好啊 好 快来看哪 看哪看哪 这是一个沃罗斯人 高高落脏 还会铁匠 来看看 你们有兴趣吗 还玩家才五个黑土地荷尔姆 看哪看哪 五个黑土地荷尔姆很便宜 有没有加的 有没有加的 有没有加价的 五个 我出七个 不 这位正教徒他出了七个黑土地荷尔姆 还有没有加的 一 二 我出一个银地荷尔姆 上开 来看看哪 成信仰的保护者 光荣的海尔汉来了 转开 真有气魄 这就是花拉子魔的 苏丹吗 他是这座城市最高长官海尔汉 海尔汉 海尔就是强大的意思 你们认识吗 我们年轻的时候 一样的 不过那个时候 他走到我铺子里去找酒喝 就因为他是苏丹母后的娘家侄子 所以才有今天的威风 说大话 用不着虎头金牌 反正舌头在你嘴里 闲的也是闲着 你不相信 那你等着 一难罗叔 一向可好吗 什么人敢直呼海尔汉的名字 想吃鞭子吗 我高贵的骑士 我是你们海尔汉的朋友 请把你的鞭子留给那些奴隶 尔汉说要看看你们的货物 怎么样 多待百户长 一会儿我就像俄罗斯人烤面包一样 把我的货物卖上十倍的价钱 你忘了成吉思汗捆你的那回事了 不许胡说 一定要公平交易 开个玩笑 又不用虎头金牌 玩笑 不许胡说 请 怎么蒙古人会有这样仙巧的技艺 珍贵的珠宝 这些大都是从女真皇帝那儿搅换来的 简直想不到 恐怕我把整个内保都送给你 也换不来这些财宝吧 他在赞美我们的货物 你这个印度人怎么又成了蒙古商队的人了 哎呀 这就真好 印度到中国太远了 花拉子摩的关税又太高了 成吉思汗是天下最伟大的君主 全世界有能力的人都愿为他笑了 可他是个异教徒 不错 可是他保护所有的宗教 可苏丹说只有伊斯兰教才是政教 只有伊斯兰教徒才是世界的征服者和统治者 伊纳勒苏老兄 我看你是被征服西方的胜利搞昏了头了 不知道蒙古人有多强悍 我踏遍了多半个世界 我敢说没有人能打败成吉思汗 喝酒吧 这酒可真不错 比蒙古人的麻奶酒强多了 也包括我和花拉子摩苏丹吗 你说什么 你不是说没有人能打败成吉思汗吗 你说你摸克摩能不能打败成吉思汗 作为老朋友 我还是欠你一句 宁肯徒手去抓老虎 也不要去惹成吉思汗 真的吗 你惹了老虎被吃掉的是你自己 你惹了成吉思汗 整个花拉子摩都会被吃掉 我先吃掉你和这些精英财宝 什么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我的老兄 把这个人和蒙古商队全抓起来 货物全部没收 张贴固告 我要处决这五百个蒙古奸细 不 一纳罗斯波克 不 韩尔汗 不 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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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抓住 别打我 快走 走 你你们要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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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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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217年 发生在花拉子摩重镇厄达拉城的这一事件 连贪婪的厄达拉城主海尔汗 在贪图这地不义之财的时候 也没有料到 他将会给花拉子摩国和欧洲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是啊 即使是当今世界的国与国的交往之中 谋杀数百人的一支和平商队 也会引发一场巨大的国际争端 何况这件事发生在两个世界征服者之间 什么 你说什么 都死了 一个也没胜 海尔汗把他们带到广场上宣布是蒙古的奸细 一刀一个把砍下的人都举起来给人们看 好惨 真是 真是惨不忍睹 咱老子 你还吵阳 不忍睹 的 长生天呐 终日续雨的沃南河水 不发一言的沃尔汗山 他们可以作证 华拉子罗这个战乱的找获者 他们的马刀不是在江场上光荣的取胜 而是杀了我499个手无寸铁的商人 我无法按耐心中的悲伤与愤怒 长生天 请赐给我复仇的力量吧 小生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已经向长生天祈祷了三天三夜了 我决定了派使者出使花拉子摩 我决定了 讨回凶手海尔涵 他不是见钱眼开吗 我要把银子化成水灌到他的眼睛里去 对杀人犯用不着言语 应该用刀子来说话 出兵争讨花拉子摩 你们已经流了太多的血了 但是 花拉子摩的苏丹还不做出忏悔 我本人 我的兄弟 一族兄弟 我的儿子 我的孙子的血 愿意和你们的血流淌在一起 海尔涵不是正教徒 是巴格达窃贼 是谋财害命的杀人犯 他处决的是500名蒙古奸细 那是他胡说 我敢用我的胡去法式 这个贪财如命的撒谎者 有理智的人 连一只羊都不让他去看管 他有什么资格当饿得纳成的 海尔涵 他不是有过战功的吗 可是他这次犯了大罪 他说过了 他处决的是500名蒙古间谍 把他撤走 即使是间谍 他杀500人为什么不经过审问 不请示苏丹 这个海尔涵 杀了人家500人的和平伤罪 是任何一个有尊严的国家都不会容忍的 我们应该马上派人向人家解释 为什么 用不着害怕成绩四汗 我贴莫尔眉里还不那么胆小 可蛮横无理并不是勇敢 伟大的苏丹陛下 太后召见你 我知道了 好了 就先说到这里 等我去见过太后 再来议论怎么处置海尔涵 好 好 太后召唤了 太后召唤了 太后召唤了